他才是近代最强了嘛 三个女儿国色天香 三个女婿无人不知 李贵珍这个名字 说起来可能很多独有的不熟悉 但我们可以捋捋跟他有关系的民国人物的名字 孔祥西 山西首富 曾经是民国行政院章 是他的大女婿孙中山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追随者慎重 是他的二女婿 蒋介石 就不用多介绍了 是个中国人都听过这个名字 是李贵珍的三女婿 说到这里 李贵珍是谁 也就基本上事实清楚了 她是历史上有名的宋氏三姐妹 老大宋矮玲 老二宋庆玲 老三宋美玲的母亲 一门养出三个青史留名的女儿 真是夸什么都受得了了 更别忘了 还有一个财政部长宋子文 在民国江湖赫赫有名呢 李贵珍于1869年 生于浙江渝尧 也有一说是江苏川沙 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 父亲倪运山 母亲姓徐 是我国明朝朝明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 李贵珍随父姓 而尼氏家族也是世大夫妄族 父亲是上海天主教堂牧师 李贵珍的名字即使不挂上学光启后裔的名号 但凭她是孙中山 蒋介石 孔祥西的丈母娘 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的亲妈 这就足以使得李贵珍在近代史上可特有名 更何况李贵珍本人也并非凡人 由于家庭信仰基督教的缘故 李贵珍没有缠足 李贵珍从小天资聪业 先后在上海妇女联合会 创办的布雷基曼女士学校学习 后就读于一所上海的美国教会学校配文女子高中 这所学校以宗教课程为主 她数学与成绩优伪突出 又弹的一首好钢琴 还曾经留校任教 1887年李贵珍与宋家树结婚时 也是在教堂举办的新式婚礼 婚后先后生养三男三女六个子女 宋矮玲 宋庆玲 宋子文 宋美玲 宋子良 宋子安 后来宋家树组建了第一所基督教青年会 成为了第一个代办外国烟草 仿之 面粉机械的商人 李贵珍积极支持丈夫宋家树到美国向华乔木圈 资助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 李贵珍对子女教育严格 自身生活简朴 为儿女做表率 宋美玲从小都是简姐姐的衣服穿 李贵珍要求子女能从小就会做饭 洗衣 做针线活 并让子女都出国留学 接受险进的西方教育 要求子女成为具有远大报复 有成就有作为的人 以至于后来她的子女对中国社会 有着超凡的影响力 李贵珍推翻了女子无才便是得这句名言 李贵珍以她的才使 爱心赢得了家人的爱戴和尊重 她的家庭教育无疑是成功的 此人才是近代最强辣妈 三个女儿国色天香 三个女婿赫赫有名